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彩琳监管 疑似崇伟达到法定年龄 及交还其继承 这算什么 崇伟是伯涛唯一的继承人 凭什么财产要分三份啊 大房没生意而扮女 凭什么她可以拿三分之一 再这么说 我也是二太太 凭什么大房有我就没有呢 还有我们家艾梅 她也是瑜伽的骨肉啊 她为什么没有分到一毛钱 你先别打岔 让律师念完呢 妈 我 二太太提的这些疑问 于先生在这里都有清楚的交代 大发面粉厂能有今日之规模 许运之女士出钱出力 功不可没 应该得到三分之一股权 受之无愧 至于母亲大人那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伯涛的意思 他是怕我老了没有依靠 所以给了我一份 其实我真的老了 这些股份也带不进棺材去 所以啊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 将来谁孝顺我 我就把这三分之一的股份交给谁 彩玲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好 遗嘱已经宣读完毕 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就回去准备办理财产 转移手续了 真是麻烦你了 哪里 应该的应该的 那我就先告辞了 谢谢你张律师 老全 在 送送张律师 好 妈 有事吗 妈 有件事 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有话坐下来说 薄涛在世的时候说过 让雪儿认祖归宗 现在他人不在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时间 完成他的心愿 这 妈 有什么顾忌吗 妈 上次我跟您说的话 您别忘吧 雪儿是个不祥之人 自从他来到咱们瑜伽 瑜伽就不得安宁 甚至还恪死了伯涛 这种人命中待煞 不能留在家里 伯涛的死 那是意外 你怎么能算到雪儿的头上呢 不算他头上 难道算我身上 认祖归宗 我打从一开始我就反对 妈也是跟我站在同一阵线上的 是不是妈 妈 雪儿认祖归宗这件事 您应该不会反悔吧 可彩玲说的也不无道理啊 妈 什么待杀待客 那都是无稽之谈 雪儿她什么都没有做 就要背负这么大的罪名 这太残忍也太不公平了 再说了 让雪儿认祖归宗 那是早已经说定了的事 伯涛在世的时候 是最讲信用的 难不成他人不在了 就可以不算数了吗 伯涛地下幼稚 也会不安的 你说得对 这是伯涛的遗愿 我们要遵从 就照你的意思 让雪儿认祖归宗 妈 要是伯涛真有这份心 雪儿早就认祖归宗了 还需要等到今天 伯涛都不在了 您就别太认真 你错了 伯涛去找过三叔公了 而且说好 请三叔公主持 认祖归宗的事宜 这件事 三叔公和全叔 他们都能作证的 是吗 全叔 你说说 老爷是不是去找过三叔公了 老爷是找了三叔公主持雪儿认祖归宗的遗事 妈 这事儿就听孕之的 就这么办 谢谢妈 全叔 下去干活吧 既然妈同意了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可是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不怕范冲 不代表所有人不怕 我不愿意跟雪儿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都是一家人 怎么可能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呢 那我就不管了 不是他搬走 就是我们二房搬走 那可不行 崇尾爱梅 是我们于家的子孙 只要我老太婆还有一口气在 谁都不许搬出去住 既然如此 就只好委屈雪儿搬走了 妈 雪儿就是因为无依无靠 才来投奔咱们的 你让她搬到哪儿去 这岂不是坏了 咱们认她的美意了吗 大姐 我已经答应让雪儿认祖归宗了 你就别再得寸进尺了吧 彩玲 如果你真的那么容不下雪儿 就让雪儿搬到我房里去住 我不怕 那可不行啊 你是咱们面粉厂里的第一把好手 万一你有个什么 这面粉厂里的是谁来管啊 妈 你说是不是 那该怎么办呢 雪儿是我们于家的子孙 不能赶出去住 然后又说雪儿并歹杀心 这事可怎么办呢 妈 为了替大伙消灾警 我已经问过庙里的师父了 师父说 只要不住在同一栋楼里 就可保平安无事 真是这样吗 嗯 芸汁啊 那我看 这事这么办好不好 雪儿不能住在同一栋屋子里头 就让她搬到后院 跟下人住在一块 虽然委屈点 也只有委屈她了 行吗 妈 还有 为了小心起见 叫雪儿没事 最好不要跑到前院 也不能同桌吃饭 你 你真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 哎呀 我这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为了妈 万一妈被双杀到有个什么 你担待得起吗 我 芸汁 这事儿 就听彩玲的吧 所谓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嘛 是不是 就这样吧 啊 同是瑜伽的骨肉 怎么有的就成了少爷小姐 有的就成了丫头 你少说两句 别火上浇油 不要紧 我愿意住在这里 要不 艾梅的妈妈会不开心 奶奶也会生气 爹在天上就会不安心 我在爹的坟前说过 我会乖乖的 我不会骗他 雪儿 乖 你在这儿等着 许妈给你做好吃的去 谢谢许妈 雪儿啊 你爹走了 奶奶心情不好 你要多原谅他 等再过些日子 大妈去找奶奶 让你搬回来住 为什么 大妈 为什么艾梅的妈妈 那么讨厌我 我们雪儿这么乖 还怕没有人喜欢吗 来 给大妈笑一个 笑一个 这就对了 雪儿真乖 雪儿啊 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瑜伽的人了 按辈分啊 应该跟艾梅一样 名字里都要有个爱字 让大妈想想 这样好不好 以后你就叫艾雪 我们保留那个雪字 就算对你妈妈的一种怀念 好吗 艾雪 好 只要是大妈取的名字 我都喜欢 雪儿 不是 艾雪真乖 大妈 你就像我亲妈妈一样 那 你以后就不叫我大妈了 叫我妈 好吗 妈 雪儿 你再叫一声 妈 真是好孩子 好孩子 真是个好孩子 欢迎光临 请里边坐 妈妈妈妈 来 太太您好 这是菜单 点什么呀 奶油蛋糕冰激凌 我也要 再来杯咖啡 好的 请稍等 爱梅 冲雷 你们来吧 还想吃点什么别的呢 才不要呢 我最要吃奶油蛋糕冰激凌 这里的奶油蛋糕冰激凌 最好吃了 晓菱 我才不要别的 徐彬 太巧了 在这儿分给你 怪不得我早晨出门 就有喜却在我头上 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啊 你还是像从前一样 一张嘴巴 骗死人不偿命 这两位是你的公子和千金呢 冲伟爱梅 叫叔叔 怎么叫叔叔呢 按辈分呢 得管我叫表舅 表舅 咱们家什么时候多了个表舅啊 这也难怪 我跟你妈快十年不见了 干嘛跟孩子说这些 叫徐叔叔 徐叔叔 啊 乖 中文 怎么不叫啊 徐叔叔 真乖 真可爱 打扰一下 你们的冰淇淋 给 咱们俩当初 要是有经文了 这俩孩子 就得管我叫爹了 很舒服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菜 我不喜欢听到这些话 好好好 你不喜欢提从前 我不提 对了 我在报上看见于国套的富文 吓我一跳 想不到他正知盛年 却成了短命鬼 你说谁短命鬼 我的意思是说 当年你要是嫁给我 也不至于这么早成寡妇 你又来了 你再提当年的事 我真的走了 打扰一下 您的咖啡 请慢用 妈 我们想出去玩 住一下下 一下下就好了 好 别跑远了啊 照顾好妹妹 知道了 去吧 彩玲 你别生气啊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说实话 现在看你这处境 我还真替你捏把冷汗 谢了 我很好 不劳您费心 是吗 于家老太婆的厉害 那是远近闻名 众所周知 大太太也是有名的精明强干 就你这孤儿寡母的 要想斗过他们 可不是容易的事哦 他们厉害 我也不是审活的灯啊 波涛死了这么长时间 我又没被斗臭斗垢 女人就是短视 你现在是站完了脚跟 但往后呢 你能保证他们不敢动你 我问你 现在府上 谁在掌权 老太太 工厂谁在管理 许映珠 那不就对了吗 无论是在府上还是厂里 你没有一处有实权 成天的罪生梦死 小心连别人坑了你 你都不知道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你身边 得有一个忠心的人 来帮你吧 我无前无故的 上哪找成个人啊 你忘了 我呀 看在咱们从前的情分上 我可以帮你啊 你怎么帮我啊 你把我安排到厂里上班 就近监视大太太 我绝不让她做半点 对二方不利的事 你也要帮子哥 养尊处又惯了 到厂里来听别人事 不是太委屈了吗 还不都是为了你吗 我是你表哥啊 我不帮你谁帮你啊 表哥说得不错 不管在家里还是厂里 都没有我插手的份 我不能不藏点心思 好 我回去跟老太太商量商量 再通知你 行 我等你消息 我怎么通知你啊 你还住在渔原路呢 不瞒你说 我父亲去世后 许家就剩下一堆空壳子 老房子都卖了 我现在住在郊外 去年我妈也走了 现在就我一个人了 难怪你处心居力地 要到渔家来上班 原来是混不下去了 哎呦别说的那么难听啊 甭管怎么说 我到了厂里 等于你多了双眼睛 你说对吗 表哥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 你娘家还有一个表哥呀 妈 您是知道的 自从我嫁到渔家 我这整颗心啊 就放在伯涛跟两孩子身上了 跟亲戚也没什么来往了 您自然不知道我还有个表哥 说起来巧了 我今天在路上跟他碰上了 我在想 伯涛走了 大姐一个人忙不过来 我那个表哥 一直在银行工作 是做业务的一把好手 要是他能到我们公司来帮忙 那就最好不过了 可这厂里的事啊 一直都是运芝在管呢 我也做不了主啊 运芝 你说呢 自从伯涛走了以后 靠大伙的努力 公司的业绩还挺稳定的 稳定 那就是没有向上提升吗 要是我表哥能来帮忙 不但可以减轻大姐的负担 说不定业务还可以扩充呢 我顶得住 什么时候需要 什么时候再说吧 大姐 咱们家这么大个场 就靠你一个人撑着 也不是办法 多一个人帮你分忧解劳 不好吗 再说了 这些年来 我看大姐这么辛苦 我有什么忙都帮不上 更别说我这心里 有多内疚了 其实 彩玲也是一番好意 运芝你说呢 妈 您决定就是了 我没意见 这崇尾年纪还小 老全家里常理两边跑 确实需要一个帮手 既然是表哥 那就是自己人 用自己人 总比用外人好嘛 是不是啊 妈 那您是答应了 谢谢妈 那我的表哥职务是什么呀 职位可不能太低啊 我好不容易才说动他的 要是条件 不如人家现在的工作 就太对不起人家了 目前没空去 好吧 让他进来再说吧 我难得有亲戚来 就这么不给面子 好歹我也是公司的股东啊 彩玲 公司有公司的章程 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要按规矩来 你骗谁呀 整个公司都是你在管 你做不了主 谁能做呀 我看你是在故意推脱 不想让我表哥进公司 明说嘛 干嘛找借口 你 行了 孕芝啊 就想办法空出个缺吧 是 什么 副总 他要给我副总的职位 我可是费了一番唇舌 打老太太压他 他才勉强同意 太好了 你又 你又死了你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呀你 放我下来 徐平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许再这样子 我们之间就是雇主关系 别痴心妄想再回到从前 我能保健你 我就能让你鬼蛋 果然是识别三日刮目相看 放心 以后 我不会再碰你一根寒毛 听好了 随时随地 给我注意许云之 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跟我汇报 可他是我的顶头上司 我有几个胆去监视他呀 你 你怕了 那就唠叨 这么点小事就缩头缩尾 真不知道你能帮我什么 只要是你的事 我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总可以了吧 来 少要我稳了 记住要横平 树要直 你干嘛呀你 浇那么多水把花都淹死了 你救命 站住 谁让你到前院来的 你不是应该到后院吗 滚回去 还不快把我滚回去 滚哪 以后没事 不许到前院来 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命叫远的野孩子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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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来 拜拜 走 你看你这孩子 宝贝不洒了 小女孩怎么成这样了 成了一个小面人了 你看呀 真成了个小面人了 你这个调皮鬼 妈 雪儿 太好了 太好了 妈 给我看看 恭喜 恭喜 恭喜你太好了 太好了 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 ogenic 恭喜 故事 恭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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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